重症一线炎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欣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主人医师 一线炎的话呢 从我们这个医学角度呢 根据它的症状 根据它的相应的一些检查的指标 以及根据它的这个影像学 比如说B超啊CT啊等等的检查结果 我们临床上会分为轻型和重型的 这个呢实际上是重型一线炎 是我们医学上医生要判定的一个就是分型 那对于轻型一线炎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症状呢 当然症状可能都会有腐痛腐胀 可能还会有发烧 但是一般来讲在一线周围呢 森出会比较少 那所有的化验指标来看呢 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重 比如说白细胞高 但是高的不是很多 那有发烧 但烧的也不是很高 再一个呢就是化验那些指标来讲 都不是说特别的严重 这会儿我们认为是一个轻型一线炎 那么反之呢就重型一线炎来讲 那它的这个病变呢 相对来讲就比较重 比如一线周围的渗出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一线伴有坏死 或者是伴有这个 就是一线本身的脏气的一些坏死 出血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发烧 很高烧 在一个血向很高 血向可能到两万以上 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敷水 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出血 就是这个身上皮肤会出血呀 或者是腹腔内会出血呀 还有一些化验指标啊 那些指标可能呢就是 相对来讲呢就比较严重 那这个呢是综合判定的 所以这个呢是应该是由医生判定 到底这个一线炎是属于轻型的 还是属于重型的 当然轻型的一线炎 治疗起来效果就会很好 预后也非常好 那么重型一线炎呢 治疗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 预后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差 治疗起来对医生来讲 可能相对比较棘手一点 那它的这个发生的风险 发生的危险呢可能就比较高 治疗起来